为了环保 科学家们把冰箱做成了一爆品 怎么回事 还不是因为最后冰箱有毒啊 最初冰箱制冷剂用的都是安全的有毒物质 万一泄漏了 确实挺危险的 那有没有无毒的制冷剂呢 有 科学家们一般探索专研 发明出了律服厅制冷剂 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狐狸昂 它叫安全无毒 但是会爆炸 那倒没有 它就会破坏臭氧层 除了避免悲剧发生 它就在1987年 被罗克利尔异定书给淘汰了 那有没有继无毒 又不破坏臭氧层的制冷剂呢 有 科学家们一般探索专研 又发明出了轻服厅制冷剂 它就继无毒 还不会破坏臭氧层 但是会爆炸 那倒没有 就是它是一种温室气体 容易导致全球变暖 所以它也在1997年 被京都异定书给限制使用了 那有没有继无毒 又不破坏臭氧层 也不导致全球变暖的制冷剂呢 有 科学家们一般探索专研 又发出了丸丁类化合物 它就没有上述的任何缺点 但是会爆炸 对 研究都一燃 泄露了就容易爆炸 啥也不是 现在用的都是这个 弄了就没得用了 就不能研发个机无毒 又不破坏臭氧层 也不导致全球变暖 还不会爆炸的制冷剂吗 太有了太有了 也别太担心 其实只要不用接锐物 除霜 那冰箱远离明火就行 为了安全 大家赶紧行动起来